温主席您好 辛苦了 今天这个集会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我知道在这个短短的两天时间内 华联总会发出了在全球 在全家华界发出了号召 所有华人都积极响应 您做得非常好 辛苦了 那我想问您一下 那在这个今天的这个集会当中呢 您对这个多多的华界呢 在哪些团体当中发起了一些号召呢 我们整个是有 我们多很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 包括我们所属的会员单位 包括我们有90几个会员单位 一起共同发起参与 包括目前来参加的社团 有那个像处统会的 陈炳丁主席他们这个 有我们的工商 中国工商总会 包括我们的福清商会 福清商会今天来了100多人 他们当他一个限期式的商会 就来了100多人 目前大概我们响应的 包括一些高校一些的会 也几个没有成功 但已经目前加起来 有近百个商会 有一百来个左右的商会 来参加这个 那所以估计今天能够到 到场来参加这个集会的人数 您估计一下会有多少 预估应该1000左右了 预估目前我突破了统计一下 我们华联总会发起 我们就有两三百号人 包括我们知道的现在西部联盟 它也有五六十个人 福清商会一百八十几个 大概我们制发了 他们统计的 我们目前看他们各自的 1000人应该是1000人 不低于1000人的集会 所以看来华联总会的号召力 是真的很强 那么对于这次反香港暴力 维护香港和平的这种和平请求的 这个宿愿的集会 你这个作为华联总会的会长 您为大家来发表一下您的心声 我们觉得我们香港 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 是不同风格的 然后在原来在百年前 我们香港在列强的控制底下 已经冷烧了屈辱近百年 刚好1997年以后 我们这个大陆 我们这个主机国强大起来以后 我们回归回来 好不容易有繁荣的景象 好不容易有繁荣的景象 是目前被这些有这个激进的分子 把这些和平繁荣的景象打破了 是确实太不应该了 目前像我们目前有在加拿大 加拿大级的法人 在香港有30万人 然后我们香港有700多万 那同时我们这个在加拿大 我们这个我们目前这边的加拿大的 三十几万人的生活 也受到的影响很大 那我们是30万的在港的 加级的法人 包括我们70万 700万的同胞 我们很多人是不愿意看到 这一些未来的势力干扰 然后出现了激进的演变 因为如果有合理的诉求 你可以用合理的方式 不能用这种偏激的方式 偏激的方式这样既危害了我们中国 包括我们华人华侨的心 现在伤了这个多少人的心 好不容易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埋好的生活 现在整个越演越演 而且变得太厉害了 谢谢 是的 所以我们全球华人 海外小胞都希望香港稳定繁荣 希望大陆能够稳定繁荣 那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邱鹏会长 希望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